设计演员骆达华呢 不少观众对他在港剧里演的那些反派印象还挺深刻的 如今他在定居内地之后 在不少定时剧里呢出演了各种各样的配角 其中还是有不少反派 这可是让骆达华呢有点苦恼 大家好我是骆达华 欢迎你们来到娱乐新天地 在录影棚内见到骆达华白色衬衣配蓝色毛衣的造型紧接干练 不少观众认识骆达华还要从上世纪90年代的港剧《驼枪师姐》说起 当时在这个系列中 骆达华饰演了一个具有双重人格的杀人狂魔鲍国平 因为人设过于变态 不少人都在看完《驼枪师姐》后对这个角色恨之入骨 一中演完《驼枪师姐》的时候 我进入一个大厦的电梯 那个女的 两个女的不是一个人 突然两个女的笑起来 就说 哎呀 八国平友 八国平友我们很害怕 我说你别怕 其实我比你更怕 虽然在港剧中小有名气 但骆达华始终兼演的都是配角 2002年他毅然决定来到内地发展 经历了大约三年的时间 他才逐渐学会用普通话和剧组人员交流 但不论兼演什么角色 骆达华都和反派有着不解之缘 刚来的时候 据说的单位导演都比较想我演 就是反面的人物 想也不用想就找骆达华吧 这个角色肯定是OK了他 导演啊 鞠片人啊 我能演好人 你给我机会吧 求求你 给我机会 其实骆达华转载内地的背后还有一个故事 当年他原定会在香港搭档雪姨王林拍摄一部电影 谁知道王林因为档期问题无法出演 推荐了演员卢彦 这位卢彦之后就成了骆达华的太太 我们谈恋爱没多久 我们一年不大我们就结婚了 就怀孕了 就一路久到现在 所以我觉得我挺幸福 骆达华在上海定居也有14个年头了 只有在逢年过节的时候 才会带着妻子和女儿返回香港探亲访友 对于自己现在的生活 骆达华之言很幸福 在家庭方面我比较幸福 因为我有很好的太太 她在这方面是对女儿交的很紧 我女儿也挺争气的 我女儿在学校听说啊 也是学霸 娱乐型天地上海采访报道 我只想说我觉得她太太胆挺大的 我要是在电梯里遇到她 我也会吓一跳的 对吧 好 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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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